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经历了一系列大型枪击案件之后 全美多方人士包括总统拜登在内 呼吁国会立法者尽快采取恐枪行动 而在今天德州URD纽约水牛城的多位受害者及其家属 出席了国会听证会 分享他们案发时的经历以及事后的感受 就在今日德州URD小学枪案 以及纽约水牛城枪案的庶民幸存者 以及受害者家属 出席了国会大厂听证会议 面对多场轰动全国的大型枪击案件 受害者家属 案件的幸存者 以及国内多方人士 在对呼吁国会的立法者们立即采取行动 据悉 该名家属的儿子 在纽约水牛城的大型枪案中幸存了下来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他儿子的体内存在不少子弹碎片无法取出 因此他下半生的健康将一直受到影响 然而不仅如此 处理德州URD枪案受害者尸体的法医表示 不少儿童的身体和头部被子弹击碎 现场状况十分惨烈 根据计划 众议院对八项有关管制枪击的法案进行投票 而这些法案在上周通过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理 在全国发生了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 立法者正在国会山 就枪支改革进行谈判 该方案包括将一些半自动武器的购买年龄 从18岁提高到21岁 虽然拜登领导的白宫呼吁尽快采取行动 但仍然面临一些障碍 在为德克萨斯州校园枪击案的受害者默安一天后 众议院预计将讨论保护我们的孩子法案 该方案包括将一些半自动武器的购买年龄 从18岁提高到21岁 并在联邦范围内将高容量单腰裤和撞针枪定为非法 白宫支持该法案 并呼吁国会立即采取行动 减少枪支暴力拯救生命 而两党仍在国会山就枪军立法进行讨论 各方分歧很大的问题 包括攻击性武器的获取问题 一名18岁男子 昨天在凤凰城 网马开枪被捕 警方表示嫌疑人迪奥泰·艾文斯 在与他认识的另外两名男子 发生冲突之后 套出了一把手枪 开始在商店内开枪 购物者四处逃窜寻找掩护 一名45岁的妇女被击中 你不知道你安全时 尤其是我们这些日子的充满 凤凰城一家沃尔马内发生枪击事件 购物者四处逃散 警方表示 其因是两名男子开始争吵 其中一人开枪 但子弹没有击中目标 而是击中了一名无辜的购物者 摩根没有多想直到几秒钟后 罗莎马里诺表示她也听到了枪声 至于被击中的女子 她被紧急送往医院 仍在调查当中 在昨天洛杉矶市长的初选当中 亿万峰开发商卡鲁索 以及国会女议员贝斯成为了赢家 在今年11月大选当中 两人将再次绞逐 同时经昨天的投票之后 旧金山检察长博彻尔斯 成功被选民罢免 专家指出 这反映出社会大众 已经对民主党打击犯罪 失去了信心 而在另一边 开发商大亨卡鲁索 在此次的竞选活动中 大肆宣扬法律和秩序 他承诺如果竞选成功 那么他的首要任务 就是整治地区的流浪人群问题 以及不断声称犯罪率 而此类信息 在洛杉矶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共鸣 同时根据最新的投票结果显示 旧金山当地经六成选民 致使罢免地区检察长博彻斯 专家分析 博彻斯被罢免 反映出了社会大众 对民主党打击犯罪失去了信心 柏林汽车冲撞人群 只一死十多伤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猛烈进攻 鲁干斯克神章表示 东部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落入了俄罗斯手中 营救平民已经变得不再可能 乌克兰军队也已经被迫向西撤离 继续与俄军在顿孽茨克的郊区产斗 卢干斯克省长谢尔伊海带表示 该市的大部分地区现在都在俄罗斯的手中 无法营救滞留在那里的平民 他说乌克兰军队目前只控制了该市的郊区 战斗仍在继续 俄军还没有完全控制这片区域 不过他也承认 乌军不得不撤退到更强大的阵地 他坚称军人们会为每一寸领土而战 据估计西维耶罗顿涅斯克和临近的雷希昌斯克 仍有大约15000名平民 由于这些区域内亲俄的民众较多 不少人正在等待俄罗斯为该地区带来和平 莫斯科在陕吉辅和奥德萨的行动失败之后 将炮火集中到乌克兰东部 以至于乌克兰国防部估计 俄军在该市的某些地区军事装备 比乌克兰军队多出十倍 而且随着空袭、炮击、榴弹炮的不断轰炸 30英里左右的范围内已经被完全摧毁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俄罗斯正试图在顿巴斯吸引更多资源 他认为由于抵抗力量的强大 莫斯科不得不求助于增援 而英国国防部也在其早间更新中表示 俄罗斯正在从三个方向攻击西维尔·多涅斯克 乌克兰的防御依旧存在 但表示说任何一方不太可能 在24小时内取得重大进展 双方造成的伤亡依旧惨烈 尽管无法获得准确的数据 但乌克兰官员表示 每天有100甚至150人在行动中丧身 而泽连斯基也表示 自2月24日俄罗斯发动入侵以来 俄军的士兵们每天都会付出将近300人的生命 双方对于和谈各执一词 目前来看胶着的战况还将继续 德国柏林一处购物大街 今天上午发生了车辆冲入人群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 至少10几人受伤 其中6人性命垂危 柏林警方说 一名赵士男子在事发现场被逮捕 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故意驾车 冲撞人群 德国警方表示 柏林西区一条人潮 吸来攘往的购物大街 今天发生汽车冲入人群事件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十多人受伤 遇难女子是一名教师 当时与来自德国中部黑森州的学生们 进行校外旅行 警方表示 嫌犯是一名居住在柏林 29岁的德裔亚美尼亚人 他于上午10点30分 在街角开车撞人 然后又重新上路 再冲撞一个街区外的商店橱窗 目前还不清楚 这是意外或是蓄意攻击 警方还表示 这名男子当场已被拘留 现场一名目击者表示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他当时正坐在附近的喷泉旁 接着听到一声巨大的撞击 然后看到一个人飞过空中 他说 这辆车高速行驶在人行道上 没有刹车 车窗也被撞碎 据当地媒体报道 这名男子当时驾驶着一辆雷诺小汽车 电视画面显示 大批消防人员和救护车在现场 救援人员抬着空单架待命 一旁是战时受损严重的柏林著名地标之一 威廉皇帝纪念教堂 2016年12月19日 在今天事发地点附近 曾发生类似攻击事件 一名和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 在德国寻求庇护失败的图尼西亚人 劫持一辆卡车 将卡车司机杀害之后 开着卡车冲入耶诞市集 造成12个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一浪一辆载了约400名乘客的列车 今天开往中部城市塔巴斯附近时 撞上了铁轨旁的挖土机 拖轨翻覆 官员表示 已知至少21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 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救护车 救援队和直升机都被派往了事故现场 事发当时 列车正从东北部城市麦什赫德 驶往中部城市雅兹德途中 凌晨5点30分 列车车厢在荒漠中脱轨翻覆时 车上有348名乘客 当地官员表示 伊朗这起脱轨事件 至少造成21人死亡 47人受伤 国家救援机构发言人卡雷迪 稍早曾表示 至少有17人在事故中丧命 86名伤者中 有37人已经送往医院 他表示 由于部分伤者伤身严重 死亡人数恐将攀升 塔巴斯市位于伊朗南部的呼罗山省 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路程约900公里 伊朗国有铁路公司副主管莫萨维受访时说 这列列车在撞上一辆挖土机之后出轨 紧急救援单位表示 11节车厢当中有5节脱轨 当地电视台画面显示 部分伤者被直升机送往医院 一名伤者在医院治疗时告诉记者 他们觉得列车紧急刹车慢下来之后 车厢及脱轨 伊朗总统莱西对于零难者家属 表达哀悼慰问之意 同时下令对事故发生的原因 展开调查 塔巴斯市检察官已经前往现场 展开司法调查工作 2016年伊朗北部曾发生 两列列车相撞起火 造成44人丧生 数十人受伤 当时铁路当局4名员工被捕 主管随后请辞 一名来自加州的男子 今天凌晨持刀枪 前往马里兰州 试图刺杀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 然而男子在作案之前就被警方逮捕 男子在事后表示 他对于最高法院计划推翻 罗素韦德案感到反感 同时也对近来美国连续发生的 大规模枪击案感到气愤 据警方透露 就在今日凌晨 一名持有刀枪的加州男子 前往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 在马里兰州的住所附近 遭到警方逮捕 警方表示 这名二十多岁的男子 曾在过去多次对法官卡瓦诺 做出暴力威胁 该名男子承认 他原本打算在今日刺杀卡瓦诺 而他做出此举的理由 处于他对最高法院 打算推翻罗素韦德案 所感到的愤恨 以及他对美国 近期连续发生大型枪击案 而对右派人士 所产生的反感 男子表示 出身右派的大法官卡瓦诺 将会支持 更为宽松的枪支法律 因此 为了防止 类似德州尤瓦尔迪小学的枪案 再次发生 他打算刺杀卡瓦诺 并在之后进行自杀 总统拜登今天前往洛杉矶主持 第九届美洲峰会 将处理地区的挑战 包括经济 疫情复原 气候变化 移民和政治等问题 瓜地马拉 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国家的领导人 则拒绝了参加本次会议 被视为东道主拜登的一个挫败 副总统贺锦利 昨晚在洛杉矶举办晚宴 出席晚宴的有 中美洲北部地区的企业高管 和行动呼吁的领导人 他努力将私营部门 和社会企业聚集在一起 投资和支持 该地区的长期发展 这次晚宴是副总统 在美洲首脑会议期间 参加一系列活动的一部分 以进一步解决 中美洲北部移民的根源问题 我感到兴奋 那从我们的召集 我们一起 已经有3.2亿亿 的投资 在区域 总统拜登今天前往洛杉矶 主持第九届美洲峰会 瓜地马拉 宏多拉斯和墨西哥等国家的领导人 不会参加本次会议 抗议华盛顿排除古巴 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政府出席 六个政府首脑的缺席为本次峰会 蒙上一层阴影 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通常是处理地区挑战 包括经济不安全 疫情复原 气候变化 移民和政治计划 拜登在此次峰会上的核心议题 是达成一项地区性移民协定 据一名高级政府官员透露 这份文件预计将于周五签署 彭博社看到的一份宣言草案显示 参与国将承诺为接纳大量移民人口的国家 提供资金支持 并加强合作 以更好地控制该地区的人口流动 并为他们提供合法工作 然而拜登政府拒绝邀请古巴 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参会的决定 招致奥弗拉多尔的抵制 除此之外 瓜地马拉 宏多拉斯和萨尔瓦多等 北方三角国家的领导人 也决定缺席峰会 这对希望解决边境移民问题的 拜登政府来说是一大打击 这些国家长期以来 一直是美国移民的主要来源国 稍等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答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大盘在今天开盘时涨跌不一 纳指轻微上涨 瑞士信贷发布经济预警 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相继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 市场继续关注通胀与美联储的紧缩政策 并等待本周后期的重要CPI的数据 中概股普遍走高 油价向上引发了市场对全球通胀进一步上涨的担忧 推升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率至3%的上方 种种消息拖累了美国的表现 道指中断跌幅扩大到超过200点 三大股指在尾盘继续走低 收盘时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69点 收报32,910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88点 收报12,086点 而标普外指数则是下跌了44点 最后收报4,115点 经济数据方面 迪亚贷款银行协会公布了 美国上周的抵押贷款申请指数下跌了6.5% 之前一周下跌2.3% 置业指数下跌了7.1% 之前一周下跌0.6% 转案指数下跌了5.6% 之前一周下跌5.4% 3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为5.4% 之前一周为5.33% 商务部公布了美国4月份的批发库存修正之后 为按月增长2.2% 预期为增长2.1% 美国4月的批发销售按月增长了0.7% 各股方面的消息 制药公司莫德纳今天宣布 Omicron的疫苗候选加强针 在接种一个月之后 表现出的中和抗体反应 优于其原始疫苗 新版疫苗的加强剂量 也使针对Omicron的中和抗体水平 从基线上涨了近8倍 莫德纳表示 在437名参与者当中 新版疫苗普遍耐受性良好 其副作用的情况与旧版加强针相当 该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周之内 向监管机构提交初步数据 为秋季的加强针候选疫苗做好准备 公司同时也公布了 2022年的疫苗预购协议 约为210亿美元 收盘时公司的股价 受到利好消息的影响逆势走高 收报每股148.5元 上涨了2.1% 铁路运营商联合太平洋警告 由于燃料和运营成本的上涨 全年边际利润率可能无法达标 公司原来估计 今年的边际毛利率达到55% 不过公司的财务总监珍逸福 出席研讨会时表示 无法达成上述目标 但是相信毛利率将会高于去年 珍逸福表示 劳工不足以及天气因素 影响集团过去数周的业务表现 加上火车严重晚点 均损害了利润率 他披露通胀压力自今年初变得严峻 集团内部估计 美国今年的通胀率为4%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的股价下跌了3% 收报每股221.6元 以上就是华语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你带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6月8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欣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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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